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过去的差不多十年间 就从2001年到2011年 中国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中国的外汇准备从2000亿 增加到3万多亿 增加了15倍 现在占全球的外汇资产差不多三分之一 所以这是对中国来讲 我们表面上看我们这个大的财富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里边有巨大的风险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么几个目的 一个是最主要的是要 就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它的风险和它的使用 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 我们学院的余乔教授 余乔教授是大家大家都知道 也是公管学院的公务政策研究所的所长 同时就说是在好几所大学都任教 搬任各种职务 那么最重要的职务 除了他的教授之外 也是我们清华部精资中心的非常主资深研究员 除了这个余老师呢 就是最近 今天正好呢就是我们是由余老师新完成一本书 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就是中国外汇储备 与全球产业投资 那么同时呢这个书里边的一部分 通过这个修改和扩张 专门形成了就是中国企业 在美投资的这个外汇投资环境 所以这个小测试呢也是我们中心 专门就这个题目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么今天除了余老师之外 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很重要的嘉宾 那么首先呢 我要介绍一下在这儿的两位 我这边呢是商务运输馆 就是印记运输运输馆的编辑的编辑 陈晓文先生 王这个 这边的这位先生呢是景学成先生 他是在金融界非常功劳的一位 也算前辈嘛 是吧 那么这个现在呢在 我负责一个叫 和谐战略研盟 他是这个组织长 在此之间 在之前呢在中国移民 好几个这个金融机构 都担任了 重要的工作 回头我这里再介绍 那么还有一位 我们请的专家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长 赵昌文先生 他呢因为有一个会议 所以要稍微反弱一点 所以我们呢就是 等下就打他来 今天下午的行事是这样 就是我们大概有 一个小时走的时间呢 先请余老师介绍一下 讲一下这个题目 就是大概有半个小时 到时候 讲一下这个整个 比如说这个题目 完了以后呢 我们请三位嘉宾呢 就这个问题 就这个题目呢 进行一些评论 最后我们会有 这四点到四点半 我们会有半个小时时间 欢迎就是说 在座的同学同事 和我们的嘉宾 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 主讲人余老师 会有些不动工 进行讨论 我这个在把麦克风给余老师之前 我想就是说 讲一点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最后一章 第十一章 讲的是海外农业的这个投资 对啊 那么今天大家可能 刚刚新闻已经看到了 就是说 中国的双汇 这是一个大陆集团 以31.7亿美金的这个高价 要购入这个美国 一个最大的 算是这个素材品公司吧 就是Schmitfield 所以就是 就是在我们旁论这个 特别的同时 这样大的这些这个 主动正在发生 是吧 我们现在提出的最后的章 我们现在成熟的第一章的故事 经这个余老师做的 我们介绍一下 好 欢迎余老师 对 非常高级 我们有这些这个 同学同时的互动 我这俩 我站在下面 然后呢 做了一个PPT 然后简略的给大家 再讲一讲 对外汇储备的规模 大家都也是能了解 我们国家现在的外汇储备 13点 到目前为止 13.4万亿 规模很高 如果我们再加上 中投公司的3,800亿 我们会也是外汇储备转换的 我们整个中国面的外汇 大股份的外汇 是接近一个4万亿 不是没有规模 相当于当GDP的40%几 最近有一个非常 中投公司的前董事长 到财政左部打却 现在呢 正在中央正在录设 中投公司的新的董事长 但是呢 中投公司的新的董事长 到目前为止 还难探 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怎么样对中投公司的 融资融资金管理 在更广淡的意义上 同样对我们这些 巨额的财富的主要 咱们的外汇储备啊 在技术上 它是属于人民银行的表类业 而是属于人民银行的资产 资产项目的资产 资产项目的资金的使用 但是呢 它在本质上 它是国家强迫购买的社会的储蓄 而是对外的储蓄 国家集中管理 集中拥有 然后对外的储蓄 全社会的对主要是对外的储蓄 所以说 怎么样把这些资产管理好 这个资产管理好 这个资产管理好 非常重要 而且 中国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是我们人口机械的老文化 怎么样使我们这里的资产 能够用好 管理好 应对未来 20年 甚至30年 非常时期的 人口老文化 再来挑战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主要 其实中国外汇储备 发展到今天 也经历了非常细细的变化 我们资产比较大的变化 在80年代 反正在开放之前 我已经说了 80年代上半期 中国外汇储备 还是最稀缺的资源 当时 谁融入的外汇 一同货 就意味着 你可以购买高端的 家庭链行 你可以购买奢侈消费品 一个男主 为什么 经过短短的30年 中国经济不仅发生了 重大变化 而且中国外汇储备 或者我们的 拥有的硬工货 会成为世界的第一了 其实 中间也不复杂 中国全面地融入了 世界经济 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资本主义 这是三大步 第一大步 大家明白 是78年开始的开放 正式确定了开放 第二步 是基本的国手 盗结了以前的计划经济年代 闭关锁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 第二步 是我们在80年代中期 当时国务院的确定 我们要 当时中国国内购买这个墙 不足以自称中国经济的发展 当时国务院的主要的领导 人子就考虑了 我们怎么样指出下来 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战略主书 我们整个沿海地区 全部对外开放 叫沿海沿边对外开放 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下半期的部分 这一步是中国的这么一个沿海地区 起码三亿的 比其他经济体 其他主要经济体 其前十年 然后参加了国际劳动文部 我指的其他经济体 包括南亚经济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体 包括印度在内 这个岩布寨 孟加拉在内 也是一个劳动密集性的一个 人力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 还有就是南美洲 另外呢就是苏联中国地区 提前十年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长 然后第三步我们对外开放呢 九十年代下半期开始 主要的发展经济进行坚补的谈判 我们到2001年 然后参加了世界贸易 全面对外开放 十三亿人 就完全融入了世界大部分 国际大部分 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 最核心的 就是全面融入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或者世界市场的体系 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产权 私有产权 建立在私有产权 产权民系的技术上 第二点 是什么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最根本的特点 而且在七十年代末 我们知道世界资本主义 市场的体系 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之后 完成了布雷敦 森林主义 崩溃之后的调整 然后足够归付了它的弹性 中国在这么一个时机 恰如其分地进入参加 然后全面地参与了世界 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秘密 如果我们说 我们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 发展到今天 就是这么一个 离开世界经济 离开这么一个市场体系 别问他 但是呢 现在这个市场体系 全球资本主义 遇到麻烦 遇到问题了 这对我们的万会主义 也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这都是紧密相关的 现在巴拿国家 整个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区 发生什么问题呢 我们归到一个一点 叫内部失衡 内部失衡 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 其实我们可以分成 那样的部门 就两个部门 一个叫做劳动力创造 高劳动力创造的商业部门 还有一块呢是福利部门 福利部门是为了平衡 这么一个叫提高权力福利 然后让更多的人享受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带来效力的制度性的安排 但是呢 由于种种原因 最后导致了福利部门 不断的扩张 我们知道欧洲 欧洲大陆 就形成了 从摇来到彭墓的 一整套福利体系 而且美国呢 现在越来越像欧洲 美国和英国是 这个瘟雅路路上迅的 叫Linster Fair 自由竞争的体系 它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强 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了 你比如说美国 现在医疗保障 占了中央政府 开支的四分之一强 而且这已经成为 它财政资质的最重要的来源 还有美国的住房 基本上所有的住房 都由政府支持的企业进行担保 或者联邦政府直接提供这个资金 这是非常大量的负贷 这样就形成这么一种情况 叫做生产创造的市场部门 创造税收的 创造就业的 然后创造新的产业的 这部分逐步萎缩 而低生产率的补贴性的社会福利部门不断膨胀 好了 咱们这么一个 还有一个对这两部门进行资源配置的金融部门 也相应的称为三大块 一块我们称之为商业金融 一块我们称之为国家金融 第三块称之为对冲金融 这金融问题我就不载开讲 现在这么一个问题的话就越演变越严重 成了一个死业 这是叫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内部不平衡 另外一点呢强调比较多的 叫全球不平衡 全球不平衡主要反映为贸易不平衡 贸易不平衡在80年代 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到了本世纪过去的十年 主要反映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在过去十多年内这是一个变成突出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贸易的顺差和逆差问题 还涉及到产业的新衰 还涉及到修业 还涉及到税收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过去十年 中国的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 是达到三千亿 美国的贸易顺差最高是达到九千亿 对吧 然后在比较小的规模上呢 是英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规模小一些 然后在欧洲内部呢 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也形成了这么一种关系 这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了 主要是涉及到就业和税收的创造 怎么样支持国内的这么一个福利部 然后由于 我们给你讲完 由于中国外汇管制的资本 由于外汇管制的体制 我们的货币形成机制 最后呢 我们的这么一个叫 由于贸易创造大量的顺差 都转化为国家强迫数据 成为外汇 通过国家金融的方式来补贴 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福利部门 因为福利部门最后是需要支撑的 它税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 是通过发债的方式 通过发债的话 刚好 这个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 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的这些国家 福利经济体购买大量的国家 这种现象呢 也普遍存在于 这么一个中亚的其他的国家 这就叫外汇持分 而且第三点 就是发达国家内部时分 是靠外部时分进行弥补 在过去十多年内 这种模式还是比较对称的 但是呢 最后呢 它就会遇到问题了 金融危机出来了 金融危机出来之后的话 就产生了性侵方面的问题 它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内部是 包括金融危机也好 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好 还有欧洲的国家代表的 都和它内部 这种一个制度方面的因素公开 所以说呢 对方需要进行 实际经济的代表 但是呢 这就有一个政治经济的难题 这就我们称之为 民主的赤字 民主的赤字 这就是相当于 本代人关心的是 本代人的福利 如果要进行选票投票的话 我一定是 要使我本代人的福利 最大化 而成本来 由下一代人来支撑 下一代人不足以支撑 我们就让其他人来支付 其实就涉及到 我们讲的这么一个 政治治理 互动治理 一个合成核心的概念 它其实是一个 宪政的概念 有些问题应该是在 宪政的范围里 有的问题应该是在 这么一个选举投票的范围里 你比如说像这个财政约束 这就要在宪政的范围里 一个经济体可否支撑 你不能又当期当选 政治家或选民那些 否则的话 这个福利就会 福利县率就会越陷越深 福利它一直会越来越大 就是一个没有解的一个问题 现在呢就存在一个 所谓转向器锁定的一个现实 我们汽车开车 同时会有感觉 比如说这个车出故障了 你应该转向 突然转过来了 最后呢 就可能发生撞车 或者发生了一个出轨 现在呢 庞大的这么一个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就是刚改认 比如在欧洲 就非常明显 在欧洲社会 工贵集团 它需要很高的福利 然后比较高的工资 然后尽量短的工作时间 还有就是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看欧洲一些国家 政府工作人员福利是非常高的 甚至她的这个包括在希腊 像是希腊的一些 政府工作人员 甚至包括你的女儿生小孩 她可以请假 而且是带薪假 可以把女儿生小孩 她的儿子结婚也有带薪假 这种福利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最后一定要人们 赶好不少 政府工作人员 工贵 还有所有福利开支的受益者 这个群体非常龙大 就形成了一种叫 不妥协的普遗政策 那反对这个福利开支的 这个消息 昨天 德国的财政部长 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福利体制 采取美国比较严格的福利数的话 我们马上发生得利 这就是政治现实 美国情况怎么样呢 美国情况同样是这样 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美国现在也有这个比较大的 叫线路这么一个福利照顾的人群 然后他们对福利的依赖成果 是物业依赖 他们也是难对 而且美国现在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政治上出现两栖化的偏向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很难达成一致 税收 政府开支 医疗开支 然后政府开支的使用方向 重大的国内政治问题上 民主党 共和党很难达成一致 我们现在看到奥巴马的这么一个叫 奥巴马的医疗计划 奥巴马的征税计划等等都非常难探 说一说人对而求其次 他必须要有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什么样呢 他票子 这是最容易 最便捷的方法 现在呢 美国的中央银行 美联储偏离了他长期的 稳定货币的这么一个主要目标 开始考虑了刺激经济了 欧洲 欧洲中央银行成立的唯一目标 也就是稳定货币 现在呢 也采取了这种目标 所以说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海盛斯在1911年 说了一句话 他说 据说您讲过 要摧毁资本主义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把货币 这个制度就是摧毁 但是涅宁呢 根据考证并没有说这句话 这是考虑斯 用涅宁的话来说的 好了 其实资本主义 就是全球市场经济体系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替代 在增进社会的经济增长 在促进的社会 这个福利进步方面 没有任何制度能够替代 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就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起码有四个点的要求 第一点 它现在需要有一种 成本的 在危机之后 有成本的分享机制 发生了危机了 一定要有人来付成本 买单 现在这个成本分享机制 现在看来已经建立起来了 全球而言 比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的发行单位 一个是美联储 一个是欧洲央行 多花钱 来行销 然后在区域内 也有一种解决方案 德国人 然后转移支付 向南欧进行 主要是德国为主的 进行转移 这也是一种 叫成本的分享机制 来对南欧国家进行拯救 在国内 还有一个拯救机制 向富人征税 所以说这个成本的分担 其实现在已经出不去 比了 这比较容易做 第二点比较难做的 就是政治研究难题 怎么样使福利部门 能够与它的创造利润 创造税收的生产性 能够匹配 其实这涉及到 当代人的利益的活动问题 也是昨天的一个 欧洲现在年轻人的 发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非常低 我们中国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 现在欧洲有多少年轻人 发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六百万 然后欧洲还有一个数字 欧洲的年轻人 既没有上学 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参加 劳动费训有多少万 一千四百万 加起来是两千万人 如果这部分人的工作不解决 而且也没有福利保障了 那会怎么样 那会发生这个各种不同类型的 社会增长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 怎么样解决 第二问题比较困难 还有第三个更困难的问题 经济增长 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 你即使有这么一个 叫成本分担机制也好 有这么一个叫 我们在制度上发生了 比如说这个生产性的部门 非生产性部门 相互匹配也好 它都是一种叫做 转移经济学的做法 财富转业的做法 而不是财富创造的做法 这三个难点 现在其实是世界的 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进一步延续 进一步持续的 很大的 但是又不得不做 我们现在回过头讲 中国外汇属贵了 其实我们中国外汇属贵 是在最大的制度背景下 发生的一个故事 我们的 有中央 有中央政府 有国家所 统一拥有 统一控制 统一管理 统一投资的 这么一个 全社会的外汇储备 就在这么一个 大的制度背景下发生了 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国外汇的作用 三大作用 第一是交易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外汇 需要外汇就是 买国外的商品 国外商品呢 有这么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叫经验性的公司 叫特利芬公司 特利芬公司就讲 特利芬是个经济局家 它在60年 出出一个 参照性的指标 只要你的外汇储备 能满足你三个月的进口 OK了 就足够了 我们看一看 根据这个公司 中国有多少呢 我们是九倍 比其他经济体的高很多 而且我们是大国经济体 你看这个 印度是三倍 韩国两倍 香港两倍 所以说我们的外汇储备 远远超过了交易所需求 还有第二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在降低市场波动 预防这个 汇率波动的这么一个 叫预防性的动机 这个动机啊 是1997到98 金融危机之后 亚洲国家 去到的一个教训 到底这个需要多少 外汇储备 谁都不清楚 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首先从这个泰国开始 然后亚洲的 东亚的一系列经济体 都受到了各地冲击 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外汇储备不俗 然后发生了一个 会为大多的波动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东南亚的泰国 到马来西亚 到这个印度尼西亚 然后到这个东北亚的 在韩国 然后结果到华西 然后再到俄国 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过去冲击 这时候大家要意识到 预防这么一个 通缉冲击这个动机 非常重要 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 没有一个经验性的动机 然后呢 在亚洲国家 一个专重器 关于这个储蓄的 这些国家里面 行的这么一个形式 多多亿塞 越多越少 这时候呢 两个中亚国家 就通过着自求多福 不断地增加在外汇储备 我们现在用一个指标 来进行衡量 和我们周边小儿开放经济 比较 同时都是稳比较 你看 我们外汇储备和M2的比例 是远远高不及的 而我们和香港的比例 韩国的比例 还有马来西亚比例 都比较接近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本地的发行 已经间接地用美元 作为抵押 其实是有个过去的 人民币最终的这么一个发行 它应该用什么作为抵押 大国经济和小国经济 是非一样的 比如说香港进行货币发行 发行货币 它货币制度 完全用美元作为抵押 发行一块钱的港币 必须有等值的美元作为抵押 但中国作为大国经济 委屈国经济体 还不是大国经济体 它发行货币的 从狭义的角度下 是它的稳定的税收 作为比较 从网易的角度下 是这个经济体 所产生的全部限制流 所以 国民是怎么做的 因为它主要还是 满足国内的交易 所以这是一个误区 所以多数一三四的秩序也非常高 第三点 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 处于机制波动的情况下 这个国家处于公关不稳定 或者这国家非常特殊的 地区的金融中心 它需要外地 作为它或者发生的一个亚务 比如说新加坡 香港 路上不好 这些小儿开放经济体 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 它所谓区域的金融中心 它是一个印度波动的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南美的一些国家 南美的一些国家 长期以来 属于这么一经济波动 政治波动 双波动同时进行经济波动 然后它在这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南美一些国家的金融分量非常高 高到离谱的程度 超过这个 几十万倍 上百万倍 所以说为了稳定它的过程 它只能采取货币的制度 就是叫美元化 本地美元化 但中国并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无论从哪一个指标来看 可能是过高了 你看看无线的情况怎么样呢 做了一个衡济 基本上这么一个结构 亚洲金融民之后 我们中国在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 从50%的上升到近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左右 发展的国家 除了通过之外发展的国家 三分之一强 发达国家三分之一 就这么一个结构 全球的这么一个外汇储备 其实全球外汇储备 就是流动性最强 而且可投资机会最多的 一种金融资产 在全球是十多万亿 全球的所有金融资产 加在一块儿 三百万亿 但是那三百万亿的位置 相当一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以本币形式出现 以储蓄 以这个证券 以这么一个债券的形式出现 还并不觉得高颇 这么一个情况 你看看 然后呢 我们给它拼了一下 到底我们的这么一个金融资产 我们的外汇储备 是怎么样配置 因为它这个是 人民银行也公布这方面说 但是呢 国外的一些机构 它要公布 比如说美国财政部 它要公布 还有一些报刊 我们这个是拼不拼出来的 根据各个方面 公布的公开数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是这样 中国的外汇储备啊 到了这个11年下半年 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 其实是配置在美元资产上 而美元资产呢 主要是以美国国债为主 直接持有 再加上间接持有的 占的比例最高 另外还有机构债 机构债有能够接近十千万亿 四千亿 四千亿机构债 四千亿机构债 我们主要是资本房产 房地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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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还有一个严格中央 现在这个情况 发生了一年展介 国家外管局在美国 也成立了投资会 进行了一些帮助的投资 进行了一些另类投资 应该是四分之一强 但是欧元资产是最不透明的 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除了多少在法国国债上 多少是在德国国债上 德国国债因为是最坚定的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过去一些年 过去的三五年之中 我们是增持了一些边缘国家 比如说西班牙国债 希腊国债 具体的数量不清楚 但总的这个盘子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强 还有其他不要资产 比如说日元债券 韩元债券 还有马来西亚债券 后面还有一点 国际金融机构的一些债券 等等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问题在什么 问题我们现在遇到 诸多的风险 因为现在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已经发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 在最优的选择不能 最优的政策难以推行的情况下 它只能采取持优的选择 比如中原银行 首先通过这个全球分担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 主要是准备货币 它的购买单位购买 连属的情况 我们就要总结了一下 每连属三轮的QE 然后呢 这个欧洲央行 也有两轮的类似QE 这是第一个风险 主要购买的 主要购买的 因为你的食物制裁就这么多 大型商品就这么多 你多发货别多了 一定干涉货币 干涉货币做完也不加量 不低了 低低费东西 这是看见的 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 欧元区边缘国家 债购违约的争计 其实已经发生了 我们购买的 希腊贷币 希腊现在债购成统计划 75%到80%已经不完 只能完这个四十之一 这就是所谓成统的部分纸约 这个已经发生了 到底呢 我们有多少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腊是非常明确的 西班牙部不会这样 印度外部不会这样 这个说不是什么 如果发生了 我们这个损失 非常重要 第三 是欧元区分共利息的贡献 这是有可能的 大家也是在讨论这种方案 因为现在欧洲的问题 不仅仅是货币联盟的 它必须要有财政联盟 然后进一步它必须要有政治联盟 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能解决的话 一种贝远方案是什么呢 叫欧元区收缩 把这个不太符合要求的一些成员 让它退出 退出之后它进行转币的 这是国内的问题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对我们持有的边缘区国家的债务 无意来说这是一场恶梦 还有巨额金融资产难以购置的东西 特别是万亿美元数量级资产 怎么样去卖 你在市场上一出售 公开出售 马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资产价格积蓄下边 购债务价格积蓄下边 是吧 然后地心率积蓄上升 发生重大费水 如果你是在私募市场上买 私募市场上你可能难以找到你的交易对手 霍卫 Zarate 我们如果只是 anys面显挡脑 就cak 达而然退 规模太大了 追不出缺 而且呢 还有一种情况在极端情况下被冻结的风险 这是可能的 大家想一想 在过去两三年发生的情况 如果国家之间的冲突 不可碰 最好的办法是共计国家制裁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 我刚才讲到 世界市场体系最根本的产权 什么产权 私有产权 私有产权是最根本的产权 而不是公有产权 不是国家产权 所有私有产权可以进行保护 国家财产可以进行莫收 而且这种情况 也并不是有发生过 我们知道当年是在 朝鲜在那时 50年代 当时中国在美国的金融市场被冲击了 当然美国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也被冲击了 然后在解冻什么时候发生呢 在中方发展 然后在解冻 当时欧洲美元就是由从这开始的 当时俄国人他怕 他们在美国资产会解冻 所以说赶快把在美国的金融市场 转移到欧洲 形成了欧洲美元 就是和中和中国有相关性 最后一个问题的话 是全球弊子改革 我刚才讲 全球资本主义 全球市场 经济体系 要延续除了三个条件之外 前面三个是最终的条件 还必须加上一个技术条件 要重新给全球的货币体系 重新安排 这种叫做什么呢 竞争性能源的补负制 一旦全球货币制度 进行改革 被淘汰的准备货 就被放弃了 这种东西不可 不讨厌再留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 全部的难题 好了 我们再算一算 这种难题 实际上在意义上也发生过 在1971年初 在1970年初 1970年上半期就进行改促 当时的这么一个 立克兰政府 就采取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措施 然后就违约 违约违约呢 当时不跟森林底下规定了 一盎司房间对三十五米 当时呢 因为美国长期在干货 六十年代 整个一个磁磁状态 他的房间当中外出 最后呢 对外出了很多房间来 然后就毁违了 不能兑换 最后呢 经过早家玩家 又重新货币 点点折了一盎司房间 对三十八美元 最后呢 又不行了 1972年之后 完全被房间当中的博客 二万事件发生之后呢 当时的外卫自由国 是英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他们的主持国 多早呢 博物进行的技术 对大同商品进行技术 大干 所以是60% 他的司机构美 所以是60% 在十年之内 好了 我们再看看中国 在未来的五年 再下一次 未来五年 我们进行的 期化说的是三年之一 我们司机构美 对大同商进行 大同商品 就是石油 对着 南三级 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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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然后就享受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 其中的任务 现在我们才是个绝对之后 但是呢 也必须要化解到一个风险 同时呢 为世界经济的 为世界经济的恢复繁弱 为世界这个市场体系的表层镇 通风 然后做一些共享相义的功能 一定要有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这里涉及到一个制度设计 和一个工具设计的问题 除了制度设计之外 工具设计也不重要 我们这里就可以讲一讲现有的 这么一个外汇管理 这个方法 一个呢就是由央行全部管理 一个呢就是由这么一个 投资分数信去管理 还有一个就是共同管理 这都有一些问题 都有一些数字的问题 中国现在逐步开始走向 由央行进行管理大头 三点四万亿 然后由这个中头管理小头 然后三千四千八百亿 这都有问题 所以说现在这么一个模式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资产管理公司 出于贡献集中 而不是贡献分散 而且在宏观上呢 货币管理 我们的货币管理 费动化 以这么一个外汇的分组 为中心的问题 是很多问题 所以说金融工具的设计 一个制度安排的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提出一种做法叫财献 它也会叫收集财献 所有财献 我们都称之为叫事后财献 损失已经发生了 我怎么样降低这么一个损失 你看历史的做法 包括非常有名的branding bonds 当时是当时拉丁文德国家发生了大免贷代入领域 因为美国的财献都不输出了 这就是判断 再判断判断判断 以后呢美国也发生了处在危机 到它们年代初 它的储蓄和代表协会发生了危机 最后来它成立了叫 Trust对于估设计判断 TRC的国师来解决问题 以后这种方式呢 又被咱们中国学习了 我们的资产管理公司 包括金融的这个 金融是非常熟悉的 资产管理公司的信号 一样才能解决我们的这个银行 不良资产的问题 以后呢又被一系列的国家 说财献 包括这个日本 包括韩国 也包括中国国家 而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 同样的方式也重演 第一个最近发生了 大家都不太关注 但是在这个金融圈的同时 相对比较熟悉 它从一年开始到这个一二年 是欧洲中央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和美国中央银行 进行互换 它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这个欧洲的银行系统 现在遇到非常大的财献 他需要美元贷款 但是呢 每年属然也不能直接贷款 贷款给他 贷款给他政治上 不会读不过 会遇到国内的批评 在技术上 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 你没有在美国开分调 对吧 没有开分行 你就很难把这资金贷款 在国外去 像人民银行 你很难像这么一个 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银行 业务在马来西亚 进行民众进行贷款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就由欧洲人的银行 担当进行 欧元和美元的贷款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这个生物贷款 对业界的冲进广告小 规模非常大 你看看 规模达到千亿级的欧元 然后两米 几分加起来的规模都非常大 第二个贷款更有意思 第二个贷款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意大利政府遇到很大的麻烦 意大利的新总统 新总统给上台 他是个经济学校 他想了一招 怎么解决问题 意大利政府没有钱 然后银行又处于危机之中 银行滑了 经济又拖滑了 这时候呢 但是银行社里面有很多 意大利政府的债券 政府已经没有钱 把这个债券给收回来 好了 政府想了一招 我用私物资产和你的银行的这个 持有的政府债券 互换 怎么互换呢 这个把军营 把政府的建筑 然后卖给你银行 你银行呢 用这个你持有的债券 国债来买 买了之后的话 政府呢 又把这些这个 政府的军营 重新付贵来 相当于我们这个 金管学院 我们这么一个共管学院 最后财务上不能支撑吧 我们把这些都卖了 我们再租回来 对吧 那家银行呢 持有的这个产权 同时呢 它有租金收益 它用这个租金收益把包 去形成了一个金融资产 然后像欧洲中央银行 抵押 或者对 欧洲的金融市场 在这些市场 不发生整大 对吧 然后对于美国的这么一个 叫政策主体 不发生影响 但是呢 国资产形态发生了不大 而且呢 这个持有获得这么一个 投资的主体 可以给我们的债券 作为抵押 或者银行信赖也好 或者作为抵押品 再发债券也好 然后解决他们 那么一个投资资金 都做这些 就这么一个 核心 就是采取多种方式 转化为 对国外实体的产业的股权 同时呢 也改变 把以前的集中管理 你才能持有 国有化的 所以说有三个 是资产形态的转换 第二是权益的转换 第三是内部的转换 从虚拟金融资产 这是福利部门 转换为 这是收益经济部门 这就是解决第三个问题了 我刚才讲 现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积要持续 一定要增长 而增长的这些动力不重要 现在呢 这个西方的有些高贵的公司 也非常有现金 也非常有现金 比如pico公司 对吧 像这个代表 非常有资金 但是呢 其他贵业他们 都会有一个技术性的账卖 有个资产性的账卖 技术性的账卖 他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资金 怎么用呢 要不就放到国外 放到海外 资金量非常好 这些高贵的公司 加在一块儿 然后把它也赚钱 留下一个 已经万亿 一万亿的概念 要不也放在海外账户 要不呢 他们也回购自己的股票 本来都要是 所以说呢 我们要进行制度设计 它有很多方式了 只要把这个延界打翻 不仅仅是中投公司 落质有很宽敞 我们有这个资产管理公司 有这个海外产业基金 而且呢 我们可以由这个基金的基金 有并购公司 租赁投资公司 这一系列的选项 都可以准备 关键是要调避社会的积极性 而不是说 你就是中央政府来管理 中央政府在进行 部长期干部 来进行管理 等等等等 一定要把这个实际 技术细节 我就不讲 要用僵硬的 指令性的 带用龙厚政治设施 来的 办官方 官方的 进行资源管理 我们要转化 为商业主义的示范 而且要改善 这么一个投资主体的 自立结构 这是非常重要 同时呢 有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 一个有趣的一个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瑞典 瑞典的养老基金 叫EPIFUNDANS EPIFUNDANS 这非常有意思 它是下面有多个基金 进行竞争 不是说你一家来管 你看我们现在是中投 现在是这个 接近五千亿 规模很大 当然还不算最大的 最大的是 阿布萨米 六千亿 这种模式是不是好的 值得探查 值得探查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不同的 这么一个 Fundance 对Fundance 就是棒的 然后进行竞争 进行管理 或者进行专业化 分工 这都是可以进行探查 所以说它在作用宏观上 它可以推动 这么一个金融改革 推动日本市场的开放 改善 我们一个叫 医养航务货币政策的 实现方式 微观上 改变财务的管理方式 而且扩大 民营企业的运作空间 而且我们竞争 分散风险 解决我们竞争 或者能够老平化的问题 其实现在 政府好像有担心 第一个担心 这个事发现都可以做 如果出了贡献 谁来获得 这可能是一个 决心的 政治决心的问题 另外有两个 这不是一面的担心 第一个担心呢 可能到 如果我们马途的一个 口子一开 可能会出现 外部的突出冲击 资本商务 逐步开放之后 外部的突出冲击 对吧 其实这个可以在技术上画起来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自负性的安排 技术性的安排 都可以画一些外部的东西 包括杠杆 杠杆 杠杆 消责 反向交易 消责 建立王子 消责 中国私随进去 投资 第二个enda 我们现有做事 去 全民关心的一个事 国际非常关注的一个事 有不同的数据 外游资金 有可能被加上外游资金 但是你在最末端 这是没有用的 应该是在前端 而且一旦开放之后 公开试音 和官员的财产证报 会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规模 一定要上 要足够上 足够计算 我们必须要有 上一万亿到一年 起码要有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 在未来五年之内 要分流 否则还起不到多 现在的问题是 在全球 你要配置 发到万亿级的 规模产业 有哪些 我们微博头一看 现在通过六百投资也很多 充其量 也就是百亿级的规模 万亿级的规模 到上去 直接配置 非常困难 进行了 一番研究 现在看来就这么几个产业 大产业 有可能 对千亿级的资金进行配置 当然 其他制造也还是可以配置 对吧 那就是零销最好 第一点是技术设施 特别是八字国家性品质 你比如说美国的 变化 收尾公路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可能带来长期 未来的新移动 而这一块呢 中美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共识 前段时间 在上一阵队 国家把中美 但是哪些领域 应该进行 仔细的研究 我们来自已进行的调研 最后归了一个表 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 大概电网 书电网配电网 投资规模是二千亿 它需要二千亿 收尾公路也是二千亿 航空是接近一千亿 总计的话 这个是有1.3万亿 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 都是有商业效益 大概有几千亿的商业效益 未来未来 第二呢 是能源产业 大家知道 现在美国的这个 变延器 出现重大的变化 这是可以容量 千亿的 美国的变延器 非常有意思 它取决于两点 为什么这个变延器的 这个储备啊 在全球 在探明储备 非常多 我们看上面看 你看中国的变延器的储备 探明储备是36个万亿 一方面 而美国呢是24 中国还高过美国 为什么中国没有 产生的革命 因为产生的变延器革命 属于两点 第一是四十字 四十字 我们是宏断 所有的资源是国亚 美国的气瓶啊 它是自由产业之类 比如说它这个地下 你的住宅地下面 有气 你别动它 就属于你的 而且呢 它这个创新的公司 有新技术 但是现在 有个核心技术 运向转态 水牙技术等等 运向转态 这都是属于小公司的 小公司搞出来之后呢 然后找到一顶资金 投资基金 然后参交 然后那个业主 土地所有者 然后出币 在这儿可以 OK了 搞成了 最后呢 把这个气 卖给这些人员 是OK了 我们这个里面 混乱算不太多 所以说这个美国产生的 人员对面 它现在起码 它在这种情况 你看它现在比较成熟的是在 德州的 华类的气体 华类的气体 可以 很成熟了 现在呢 洞联工的是 在 冰西法尼亚的 东碑叫 马斯基督斯 规模更大 而且接近它这么一个 主要的城市 然后第三个呢 是和 加拿大街上的叫 巴克 这都需要加拿大的投资 我们有一个计算 但是需要过了投资 这方面的计算 也不花花花 我们进行计算 大概一个气体 需要 五百万美金 到这么一个 七百万美金 到这么一个 到这么一个气体 整个需求 到这么一个需求 是万亿级 而且对美国 这么一个能源 结构 发生重大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 美国这个天然气体 主要是现在 以业人性为主 占了三分之一 然后呢 到了这么一个 三五年 在它增量里面 又死了 是业人气 所以说 今后美国人员结构 百分之四十 就是业人气 业人气 这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什么呢 对全球的地缘政治 这时候呢 中东地区 它不用多了两个经历 对吧 而且呢 对全球的这种合体 它从一个能源的输入 过 变成能源的输入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气啊 天然气是和石油它一样的 石油是统一价格 统一市场 全球石油价格就两个 标准价格 一个是阿拉伯清油 一个是这个北海 北海油田 这个油价 是统一标价 但是呢 全球的气场不一样 全球的天然气的价格 欧洲是一个价格 欧洲不是这个 俄罗斯卖给俄罗斯 然后美国是一个价格 还有一个是亚洲 东洋是一样的 三个价格不一样 它不是个全球主义 是吧 现在东洋价格最高 美国价格最低 美国价格是三天几美元 这个单位 这个 俄罗斯卖给欧洲的 其次 供养最高 现在美国还有一种 一个法律县 它是轻轮出口 现在也是 它的各方面 也是在 有望在新极乐 也会发生一点 这样的话 对全球的人员 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对全球的 政治力量 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已经是第一道 的人员 输入国 这一块的话 对中国的全球 也非常重要 我们要降低 国际社会 对北非和中工的人员 依赖 其实现在整个世界 这也是被石油树收货 还还所动作 也是一个混乱 而且呢 现在中美之间 对于世界经济投资 有一些基本的证实 而现在属于它的高通期 高货投资期 是认证的 投资方式的话 参股投资 收货等等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在 我们知道是在 05年 中产投资 收购 北美的下 受到一些挫折 但是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这个 东海游公司 已经进了很多 很多 很快的 而且呢 可以反过来 对中国的 那种一个 很快乐 第三 是欧洲的 一个银行业 欧洲的 现在缺压 万亿级的欧元 它的 文后面 一个比奥 它的 一个资本金子缺口 非常棒 欧洲自己的 测量 它是说 1000多亿欧元的 这个资本金缺口 然后 瑞士银行的 测量是4000多 然后 学者的 名气量呢 更高 不管怎么说 它的资本金缺口 是非常大的 而且随着 这个欧洲的情况 现在还不明达 还没走出危机 这个情况 还会 到底需要多少资金 各个预测回避 最新的预测 就是IMF 它认为 它的资产会下降 接近2.6万亿欧元 然后 不发拥抱 它认为 超过3万亿欧元 然后 最近 公司的预测 是14万亿欧元 这其实是很重要 欧洲的经济 是靠它的 银行体系运行 和美国不一样 就比较接近中国情况 这是中国进入的 一个比较好的 当然 别人有问题 也在这里 没这个机会 最后 我们讲一下农业 农业 非常重要 虽然规模不到 每年也就是 10亿级的一个规模 但是对中国 对世界来说 非常重要 最近在自然导致 Sundation 发表了一套文章 几个学者 做研究 在未来的不到10年内 市容主要独卧的产品 没有大部分下降 目前中国 我们现在 大部分成长话 大家就知道 其实就是 城市和农业分用力 是吧 我们到一些大城市 特别我们串通的城市 去一看 梁天已经变成了 一片药金水利的森林 在辉坠 非常可能 但目前为止 中国的这么一个叫 粮食进口 占了我们整个 如果考虑大豆的话 占了整个粮食进口 占了粮食 消费总裁量的 超过10% 我们购买大豆 在全世界的大豆出口 全场一半 所以说 要保证粮食安全 唯一的办法 不是说你扩大进口 而是扩大供给 全球的供给增加 给我们家的下落 这一会儿 中国是有很多经验 可以从外面的世界分享的 而且有很多国家 它有这么一个需求 从这个非洲到这个南美 甚至到这个俄罗斯 当然有很多政治上的障碍 对吧 甚至包括在过去 有一批企业进行 掠夺性的开放 埋了很多地 建了很多种资源 而当地老百姓没有得益 对吧 你怎么样和社区进行共建 让当地老百姓受益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政治化 政治经济化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中国传统上 农民是非常勤劳的 有很多很好的工作经验 都可以和其他的国家共享 而且它是个大农业的概念 不仅仅是种子 而且在它的整个物流 在它整个交通运区环境 都可以进行和其他国家进行共享 配搭上资金 以前是没有资金 现在有的资金都可以进行 这就是我们总的一个思考 最后结论 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叫资本主义市场的体系 应该比较大的缺陷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发生危机 发生危机之后 看你怎么应对 现在的问题呢 是由于有制度上的缺陷 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中央民传 对于内不对外 不存在精神套 必然操作 所以中国现在不能采取传统的方式 我们必须要变革 而要变革的话 从长期来看 这一笔资产一定要用好 不仅仅是在收益率上上升2-3个百分点 更多的是为未来中国的发展 为世界的一个重新振兴 世界市场经济振兴做出什么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余老师 时间是超过一点 因为这个问题很大 三万亿的问题 余老师用这个三部群 我觉得讲得非常清楚 当然这个里面经过大量的研究 我想在座有一些是余老师的学生的助手 也参与了这个研究 那么下面呢我想请 我们现在也是这边也是三部 也是这个 叫什么说 三人谈不算我 赵老师还没有来 所以呢我想下面先请 今天就说做一些 或者是这个 评价啊或者是做一些补充啊 或者是做一些批评啊 或者是做一些批评啊 我先说一下 我们说的是 李乔教授的关系 我们过去是很好的 哥哥小弟 他回国以后呢 就到计划来 但是我们就带到这边 联系一句一段 因为他现在不算是不严重的啊 这个呢 也是我们和谐联盟的主要 但是我们前一阶段里 合作的就是这个债庞府的项目 应该前一阶这个这个 常务中文 因此反响 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材料 是通过新华社内餐渠道上去 这个渠道是指给中央常务看的 就是不 当中央常务看的 就是内餐渠道 这样子嘛 你把内餐抄送一下 就装这种常务 所以说在这种问题 我们建议已经在 就是在中央有影响 我来了几次呢 我今天来 特别了 一下子 两两孩子的小目击 就是呢 我们要想想 我们想这些新建议的 我们来吧 我们想来这个机会 我们想在东处以后 把它再送 再送 一起 有所做 有所推动 而且 我首先讲这个背景情况 然后我再说这本书 我特别对这个赞赏 和这个 也感谢理想校生务力 把那么一个问题 原来就是 我不是连续起点 都 我那绝对来讲 就是说 原来全球投资 然后我这个 就是下台 就是 就是 以后吧 在这么短的时间 大概 所以从那年开始 一年多两个时间了 我就很赞赏 赞赏呢 我要能够几点 我身边就 真几点 我就说 你几点 事业很矿 就是 它不是完全 站在中国的 但是全世界的交流 在全球投资的交流 在全球 在全球 就是金融典积 那些 或者由来发展 和缺陷的交流 这就是这个问题 神话 而且我劝大家 去看看 我们开始 就是 序内的问题 不可 我认为那里面 那好几段话 那是 将来会成为经验 它在这个问题 和分析 无比毛卡斯 那我们就 从这种经理 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那几段话 的了解 这是一个 另外 他这个 我实在战略高度 符合现在我们 主任总统的要求 要求 收大的报告 是我们 对这个 中国的 全世界的 战略高度 来看待 分析 就是要求的 比较高了 那么一切叫做 一切叫做 书 正好是做到这一点 是一个战略性的分析 是一个中长期的 战略的 看法的分析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应对 说 你放开一下吧 你又再怎么放开一下 不是这样 而且第三点 是一个比较深刻性的分析 深刻的分析 就是 刚才我讲的 就是三部曲 后边讲的那几部曲 而且特别是在这儿 古的分析 我要特别讲的 我感觉非常深 就是他把原来的 原来的报告中 就是 在这儿 我们看好处 将来可以做 在这个里面 就会把它 做成这个层次 在这个权益 和内容上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话 这个话 这个说 都是无论 这个安排 明天 我们另外一个 我们要把 对不起 我这个说 深刻 在这儿 把他进入实话 内容分析 多数 怎样 所以他有实话 我在这儿 我特别说 我做这个 我特别感受这件事 但是 将来我们这个 走出去的话 对外投资的话 突然在后面讲 那些投资的方向 恐怕很大 什么 要结合 外国主 你未来只要把他搞国 把他用国 提高他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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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国 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甚至 我在我看看 佛亚也就是全世界各个领域 就是十五岁 因为 一直到现在 我拿到的 还是美国的 这个国库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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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债券 还是债券的 因此 我愿意就是在十五岁的同时 你要把 在这儿的国库的技能 这样 如果对美国经济实体 我们 我特别赞助你 要把对他的金融贷贷 这行中的实体 实物的 实体经济贷 这样我们就有了 这个投资 这个投资金会 而且我们把他 一个金融的东西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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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这点 这两点都不可 别的 所以我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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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这个 这些 这些 研究科技 他不断的挖 他不断的推进 这个 这个 这是我最近 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 揭上 我当时 我过来 而我说 什么 延伸 就是 什么 延伸 我是指 我将来 从全球 从这种角度看着中国外国主义的预议好 这个预议会更紧 是否能够更紧的一点 什么概念 可能开始我们进了外国主义的 就会从我们实际是我们的 规避风险 应对风险的主义 我的心里怕什么 我写了两句规定对 你对着想是不是 然后将来把他们做的 比较什么 从外国主义应对国际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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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种把我价格搞好 手中有男性的过发 我手中有外国主义 我就给你任何外国的攻击 被刺了哨 为外国的攻击我给你做的 我们想从这个角度转向什么样 就是这个 为我们的转型改革 为我们经济的转型改革 模式的有惯 从这个角度进行 提供一个后顿 从这个角度进行 开始做踏实 从心里踏实 向国父民前 对外投资 在那我不仅说 我还这么富了 我也可以对外投资 而且我有此 特别后来余晓教授解释 我不乱写这句 我想我们不听说 对加拿来操控模式上 是不是可以考虑 我们想现在这么大 我们可能更能 是不是适合我们做一些国际 就是国际的国际 国际的金融市 也好 不仅是单独建立的公司 我们可能 比如说在金融银行 发达国家 或者是金融市 就像 差不多一块做的事情 可能比我们 单独我们自己建立的机构 或者可能更有人在施政 共同百财 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占跑 这样的话 我们在其中 给我们前方 国际多数 我们占幅不大 比如单独行走 可能在规逼政治风险 这个突破性战争 好了 因此我说 可能在这方面 国际合作 可能也是一个 具有战略性的 从对方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建议 或者大家可能说 请教授 你这是一项什么样 谁跟你合作 还是有 还是有 你这样的表情 是吧 大家 还是 还可能有趋势弱目的 这样的话 通过我们现在 我们中心投资中的 一些社会的 政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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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个 另外如果说 这个 建立法律 我认为 是不是 就是能够使 这个 在这个 外货组的 应用方式 就是 尤其他教授 超越大 但是能够讨论 能够多少 怎么做 那么另外一方面 对我们的政策 对我们的 国外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 是不是还能够多做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 这个问题也有分析 问题是怎么去 应用怎么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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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忙碌的 这个 按照明天 有一万一会 人家要用到 去开会 我这个说 这个深刻 他把他在关很多问题 把他用 进入深化 内论分析 不怎么怎样 是最大的事 吧 我在这个 我特别说是 我做这个 我特别感受这件事 而且 那么将来我们 走出去的话 对外投资的话 出来后面 展示一些投资的方向 什么 恐怕很大 什么 要进入深化 外汇主 未来将他搞国 把他用国 提高他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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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在关国 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甚至 在我看来 反正 不亚也就只 全世界各个领域 就是十五岁 因为 一直到现在就 我拿了个男生美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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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我愿意 在我熟也 在食物投资同时 我们要把 代表 2012的机能 效力 能够对美国经济实体 我们 vs 什麽 这样 我们 existe lease 这样 就在 ag 这里面 这里 这里 我说这两者都不可别对 我再把这个在这儿我们的实话 再不实话 所以我说这个教授这个研究专家 他不断地挖去 他不断地推进这个研究 这是我最近来讲的 这个教授这个介绍 他比我观众的观众 我说什么延伸 我说什么评论和延伸 我是觉得将来我们可能 从全球投资角度 看着中国外国组织的研究 这个研究会更紧 是能够更紧的一个什么概念 可能开始我们记得外国组织 就会从我们实际是我们一个 规避风险 定罪风险的重备错误 我的心里大事 我写了两句规定队 对对的想试试 然后再把他们做的 比较什么的就是 从外国主席 因为国际市场风险 从外国主席 因为国际市场风险 做一种价格搞破坏 手中有男性的破坏 我手中有外国主席 我就跟任何外国的攻击 被刺了哨 到外国的攻击 我给一个做的 我们想从这个角度转向什么 就是为我们的整形改革 我们的经济 整形改革的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 提供的后顿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 开始做踏实 从心里踏实 向国父民前 对外投资的角度来做 加上我不仅说 我们要这么富了 我也可以对外投资 而且我有此 特别后来 余晓教授讲的 我想我们不允许 就将来操控的模式上 是不是可以考虑 考虑的金融影响 就是这么大 我们可能更能 是不是适合我们做一些 国际 就是国际的国际 金融技能也好 产业技能也好 做一些联合 就不进去 单独建的一个公司 我们可能 比如说在金融银行 就提供 发达国家 或者是金融资格 就像仓金基金 就像差不多一块做的事情 可能 比如说我们 就是单独 我们自己建的一些机构 或者 可能更有的 是 共同买卖 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这样的话 我们再进入给 五千块钱 多数 我们占股比大力 比如单独行走 可能在规逾政府中险 突破性战一套 因此我说 可能在这场 国际投资方面 开的国际合作 可能也是一个 具有战略性的 足备方法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建议 或者 大家可能说 你要说你这是一项 同样的 谁跟你合作 哎 还是有 还是有 大家 还是 还可能 有趋之落幕的 这样的话 突破五千 就是我们 出现投资中的 一些社会 政治 法律 政治 甚至美国的 CPU 它的市场 就是把这个 三一中工搞成一样 啊 那是最安定 所以我们 不知道是吧 另外 如果说 开始 建议到 我还是觉得 是不是 能够使 这个 在这个 外汇主席 应用方式 就是 尤其叫做 超越党 但不能讨论 议则多少 怎么做 那么另外一方面 对我们的 无关于政治的影响方面 是不是还能够 多做一些 当然这个 一定有分析 问题是怎么去 运用 怎么去改变 我们的操作模式 比如说 和现在我们 就是说 你要把那个 资本项目 改变化 对资本项目开放 对资本项目开放 那么这个表现 这个 我们的外汇主席 可能运用方式 会不会顺畅 就不会有些 但 包括个人 即使 国家投资 社会投资 商业 可能 更顺畅 更有道理 我在这个方面 也是 外汇主席 总是国际公司 然后最后 国际政策 做一些倒逼机制 有一些倒逼 就是 你国际上 做些什么政策调整 就我希望 这个方面 会不会有些 更深刻的研究 最重要的建议 最后一点 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给云上教授杀了 第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产生点 我三个 有意义的文件 想要告诉我文件 一个就是为了 我们在庄组 生话 怎么样做 对了 挂出来讲 特别是外国主民民族 除了跟越南西北地方 对以外 西南业太方面 我们和各州政府的合作 比如外国主任 在代表我们方面 和各州政府的合作 现在是一个倾题 就是现在各州主任 就是来华去 周到欧 湖南西美船 是业自己 这个是我们怎么办 我们和中央政府 你和中央政府的接触 和这个 各州政府的接触 就像 我们和欧盟接触 和我们和国家接触 我们不一样 我们还有操作的空间,我这次拍摄这种视频,我跟他一样,所以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主要国家,大夫说我建设他们的工作,对于他们的工作,所以我说我们还有操作空间,外部主要投资,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国际联合设备,即是美国内部和国际联合设备是大教堂,可能是我们的另一方面,如果不是两样政治的话,可能对于投资, 就是一流其甜,那么你能念或者课论,可能这个分数更大,而这个想说的事什么,反正这不是专业的问题好了,我就自己做个印象,我觉得特别赞赦我们的小教授能力,同时我觉得我期待这本书,可能在我面前,我后面写了一句话,我讲是迄今为止的,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能力的建设是这个,在业内中,包括书书,包括文件,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就是因为说,所以哪个孩子这个地方, 我们到书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我们是关键的,全球投资的中国事业,hanry点,最后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我希望要是教授讨论,中国的,中国的世界多人,因为是投资,美国,欧亏拉他们的投资,搜集交流投资,中国自己对自己投资, 我这话不是讲,就是中国,不管是自己,就是投资,或者和外边联合对中国来投资,这也是一个方便,此地是中国,此地就是世界,在中国的位置不投了,如果说我们就研究到中国外的投资,那是一方面,中国投资本身,就是世界的投资,我们对观众对不对,特别是不自身的东西,你对从外边看起来,现在中国居然说,投资我自己,就是投资世界,明白吗,我们都刺不到什么,但最终一个话问题,最后就说, 我自己会开始,用老人的话,我会做什么,应该自己会做什么,我觉得还要什么做什么,我这后面的情话有点太求全了,我看什么时候都能打出来,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生意大脑,走到现在这废墓,我自己对自己的投资,就是我们自己的投资,所以自己运用到这种投资,然后去怕找外边的签,你万一签投资,在上面,但是我接过来, 但是,睡起来,现在中国国内有办法准备投资得好,所以,如果人家说说说一点,现在我考虑一点,就是中国外国的签,其实不要说,一万一签投资了,没有一个国家,就是建立投资,当报公司,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创意,总干的,我就是万一签投资,如果我民主投资,或者是投资,我们就可以投资,能够这样, 这是我在你考虑的货上,有些企业家的互动,想出来,包括人家的互动,突然想出来,我实际上是考虑的,我们军团要客战的做法,不要跟他们打花掉,是吧,我那种他的单位投资就可以了,对不对,还要我说,是不是太多了?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商务出版社的出版社的副所编辑,就像文先生来讲一下,他的感受,你可以从内行,从读书的角度,反正是你自己觉得是有哪些情况都可以讲一下,因为这本书这么快,这么细听,这么深入,既然做什么研究,这个书这么容易出来,肯定在中间有很多故事,所以, 所以,您随便讲一下,怎么讲一下 首先,首先要感谢咱们契华部的金丝工作人员研究中心,举办这个会,当然我们同家感谢于朝教授写了这个书,我们出了这个书,也感谢这些教授来做一个非常好的评点,今天这个会,刚才我们所长,王所长已经说了, 其实它是两个会,一个就是我们被让余教授给他这本书,当然还有他的思想做一个讲座,但是背影我们来说呢,同时也是个新书的发布会,就是我们这本书已经出版了,是余教授写的,刚才这个秦教授已经提到,已经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小类评价,一个非常好的一本书, 那我呢,就从商务艺术馆这个小类评价来说一说,我们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大家都知道,商务艺术是出西华字典,你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用到西华字典,当然也同时知道,商务艺术出版的,这个 汉语世界实书临注,当你做到原浅春,做到博士,做到教授的时候,你也要读这些汉语世界实书临注,那么出这两本书呢,是给大家非常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现在又出了, 为什么会出为这一本书,而商务艺术馆出版的宗旨,所以说到昌宁教义,然后开启文字, 昌宁教义我们说了,从字典来说,帮着我们这个文法来扫,开启文字, 他也说了,汉语连注,是让大家达到奇迹为止,所达到的思想高度,那么这个理想呢,是一个静态的一个魔术,是我们对文字说的,商务艺术一个影响的宗旨,静态魔术,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路外的说法,叫做奠基学术,激动潮流, 为什么叫奠基学术呢?当然,如果大家读过商务艺术,听过这些书呢,然后把它画为中国的支持,然后奠基中国的文化, 从这些书的信息一样,同时会设备出贡献,那为什么叫激动潮流呢?激动潮流这个意思,我们说的不是说时髦的潮流,而是说,让我们的学者,让我们的读过商务艺术的这样一些, 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学识,然后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生活的发展,为出头服务,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动态的描述,所以我们要出中国万贵储备,全修产业投资,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书, 他这个时候恰恰的形象,我可以说是恰恰是我们的一个动态,是一个典范,那就是说,奠基学术,激动潮流, 刚才这个余教授也讲了,他讲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事,他在前面里面讲的非常深的,非常宽广的一个理论背景, 他讲到猜头,他就讲到,这个万贵出现问题以后,他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发展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的重大适合,我觉得经常讲到,这些技术性的问题的时候, 很少有人讲到这么一样的一个深度,就讲到资本的一个制度背景非常深处去, 可是恰恰这样一个经济制度的一个背景深入,让我们一下就非常开末,非常明了地了解到, 为什么这个全球产业投资,这个有风险,它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命题,或者说一个法学的命题在这里头, 那么,我了解,我学了一点这个行政法,那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了, 咱们说西方的那些宪政制度,它的一些制度安排了以后, 它实际上,我们学行政法就都知道,最原始的行政法就是最终或制性, 最终两个,但是后来呢,又增加了福利行政,那么福利行政, 实际上它就依赖了一个问题,就实际上还是依赖了一个税中, 在税中之间和福利行政,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依赖了一个理由,去制度就会出现问题, 经济就会出现问题,那么投资环节相应的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从这样一个高度,从这样政治性角度的一个深度来讲开来, 那么我们就觉得,就把这个全球产业投资的这个丸子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至少我自己在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是研究经济的, 我也读懂这个话, 也就是非常艰深的一个,非常寄负心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看不懂, 但是余教授从这个制度的层面, 从这个一个进前起来, 又非常深入一场宽广的这个神租来, 来讲这个问题以后, 就一下子我们的视野打开了, 我看起来, 你看看这个书啊, 也是觉得非常清洁有味, 当然, 他们仅仅是对这个简单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描述的陈述, 他有更深的一个思想创新, 或者说在那技术层面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值吧, 所以这本书, 我既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就是谈述, 又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创新,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同时呢, 他既是一个理论方面的一个讲解, 又是对生活, 对社会, 对我们现实的, 大家所普遍关心的, 一个中国外国区别, 我相信他就非常关心这个话题, 比如说这个国外经济的一个地盘, 所以这现实的这个一个关注, 当然更同时, 与我们生活细细相关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 刚才这个, 邢教授也讲的, 在阳谷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细细相关的, 看似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实际上, 它是一个过我们的生活, 过我们的社会非常细细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荣幸出了这本书, 我们也很感谢, 邢教授写了这么好的一本书, 我希望大家, 很多文件认真掠读, 这本书是一个亚洲共生的一个, 非常好的书, 谢谢大家, 谢谢陈总监, 是这样, 我们原来那个计划就是到四点半, 我想我们可以延长十分钟, 这样大家有一些, 如果有问题, 或者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评论, 可以这个跟于晓老师和我们其他两位的同事, 可以有一个交流, 那么, 好, 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刚才讲这个, 我就想趁着这个陈总编辑讲的这个, 刚才的发言, 我想就说讲两句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书, 但是很多书呢, 说实在看里头都是很倡促的, 很低水平的, 把不同的东西拼在一起, 那么于晓老师这本书, 不管是这个内容也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行文组织也非常清楚, 基于很多这个原始的研究, 就是刚才我讲三部曲, 是吧, 就是说这个三十分钟三部曲, 往来把这个三万亿就讲清楚, 就是说是怎么来的, 这个钱, 对吧, 这个, 这个钱这个风险, 或者是有哪些风险, 那么第三部呢, 就是有哪些对策, 政策对策, 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 那么作为出版社的话呢, 我是希望这么好的书, 它能够, 你们能够通过媒体, 能够使这个, 有一些书评, 有一些采访, 一些报道, 能把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全老百姓都要理解的, 大家都是说三万亿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这个救病权案, 你们怎么用的, 这个老百姓都有参与权, 但是大家不知道, 这个后门故事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想没有人比刘晓老师, 能把这个故事讲得, 又是既学术性, 同时又通俗性, 所以这个, 希望就是说三万亿是不仅印这本书, 更重要的是能够怎么样是, 这本书能够就是说一本好书, 让大家能够得到, 我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点, 好, 那我把, 我们能把麦克风, 好, 我是来自财经传媒的王立伟, 我也是刚从美国读书回来, 我这两个问题, 一成一个, 第一个是, 景老师在他讲话中, 简单提到, 国外会用于社保或者养老金, 这个楼记委, 我们财长楼记委, 他说过他个人不赞神, 把这个国外会主持人做养老金, 不知道景老师和于晓老师, 自己怎么看, 第二个问题是, 余老师是总结了, 是比较开阔总结了, 几个比较大的投资方向, 这个我觉得可能和您当中提到的, 不要单纯的做政府化, 或者半政府化的这种, 运动式的投资, 稍微有点矛盾, 那么几个大的项目, 像这个夜延期, 还有这个欧洲银行业, 这个到底是应该由政府, 包括外管局中头这样, 或者是国籍这样大的企业来做, 还是应该由小的企业来做, 如果是一些大的企业, 大的这种机构来做, 碰到的政治主力肯定是很大, 就拿这个夜延期来说, 这个各大的那个, 斯蒂比斯教授他也是说, 因为美国能源革命和城镇化, 是二十一世纪, 可能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个因素, 奥巴马也说, 他这个能源革命, 对于美国的外大安全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 美国是不是会把它拿给, 中国的一些, 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来做, 然后另外, 如果给让一些小的机构, 民营的机构来做, 先不要说他们这个海外运作经验不足, 资金方面可能商业银行也不, 商业银行也不会给他们很好的资金支持, 就是您自己也提到, 他们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量, 可能也是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不可能在五年十年之内, 消化比如一到一年五万亿的这个量, 这个您觉得, 这个小的矛盾应该怎么来看? 我现在回答到第二个问题, 然后请金老师讲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这个没有展开, 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方式, 基金的基金, 或者产业投资金, 这不一定是国家的, 这可以是民间的, 或者是包括金老师也讲了一种核资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和代马歇, 可以和阿布扎比, 甚至和美国的基金, 和这个欧洲的基金, 就结合起来, 无非就是一个在免费的问题, 对吧, 所以第一点, 这可以解决出问题, 第二点呢, 就是说现在面对一年期的政治障碍, 现在并不太大,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现在的中海油, 已经收过了GISTIC, 这个一个延期油店, 现在呢, GISTIC要出上第二块, 现在是中石油, 已经进入十四岁的台海阶段, 因为现在美国它现在的问题, 是要积聚地往这个产业, 追上去, 要追上去遇到的最大的瓶颈, 现在的投资问题, 产权没有问题, 它的技术没有问题, 第二大问题是什么呢, 保质方面的当然, 特别是环保, 环保上必须要解决, 要有新的规矩出来, 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 一个环保解决了, 还有一个规制解决了, 还有就是它, 我刚才已经讲到, 错误的解决, 它就没有问题, 至于说, 美国人担不担心, 它的所谓战略产业, 控制到外国的省民, 这个, 我觉得这些事情很担心, 对吧, 这就是一个大家谈判的问题, 这个课题可以作为, 中美战略对话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谈判题目, 在政治层面上, 对吧, 至于说, 中国的老百姓, 有没有那种资金来参与的话, 它其实可以专业的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就是, 包括我们现在银行银行来参与, 现在说是多少个二手乱丶的规矩, 中国现在已经摆破了资金的这个瓶颈, 动员国内资金, 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对外投资, 无非就是找到好的管理人才, 投资到好的长期性的下流, 能够进度, 这方面都可以解决, 欧洲银行,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欧洲银行的开放程度各国不一样, 这取决于时机, 其实时机最好的时机的话, 应该是在去前面, 但现在呢, 也并不是说没有时机, 对吧, 比如说, 欧洲现在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是它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年轻人就业问题靠什么呢, 就靠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现在是遇到最大的麻烦, 难以获得资金的回子, 它的整个欧洲银行业, 欧洲处于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情况, 同样的平均对方, 年轻人这一块的话, 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欧洲的银行处于战略收缩阶段, 两方面原因, 一个自然的阶段, 它现在资本金不足, 可以两个方法解决, 一个是不充资本金, 但是呢, 很多银行不愿意不充资本金, 不充资本金, 第一个就是它的权力分散, 对吧, 股权分散, 还有一个方法, 你收缩它的那么一个信贷, 这也是可以解决问题, 对吧, 那第一个问题, 收缩, 收缩这里留下很大的空间, 无非就是说, 你怎么进入的问题, 对吧, 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 能够共赢, 所以说, 这个一定要和政治离得远一些, 你不是去控制别人, 你是去供应, 对吧, 既给别人创造了机会, 也增加了自己的收益, 俄罗伯为难, 另外, 欧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巴塞尔三是个技术协议, 巴塞尔三要全面实施了, 它对资本金, 贡献资本金要求足够提高, 压力就足够增大,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 都可以解决的, 而且从长期来看, 中国如果中国各种方式, 分散我们的资源的配置, 对全世界的好处, 对中国的好处, 谢谢。 小伙子刚刚刚宣传说事件, 还是刚刚回了几个月, 很了解情况, 很赞赏, 外国的运用到现在, 要是根据李乔老师这本书法, 我又可以跨幅结断, 因为开始结断了各种的议论, 大家是好论, 他说, 外国处不能在这一万元的小伙子, 他说, 能用一点吧, 地方正方能用点吗, 企业能用点, 就想一次嘛, 所以中央在那个时候, 口中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致的口中乱定, 对外国处, 从技术角度来说, 是一个人币换的, 如果想要做的离婚用, 你必须拿着人币, 把人币换的才能在这, 不是分配给你做, 就是两个概念, 在用这个方向来讲, 就是说, 这个养老设法, 这种挥索的衣服, 这不是外国处理, 他们知道都不在这, 原来我发布什么都在, 那些材料拿起来的衣服跟挥索, 对, 但是随便这个人是这个, 怎么说就是, 市场的发展, 他的研究不够大, 市场的中国, 这就是很活的, 比方说, 我现在, 比如说, 这个养老设法, 如果是养老设法, 他就做什么, 他就省畅住了, 违复这个新店, 关键是在这, 如果你要找到, 养老议产像, 或者养老议产像, 那你结果就是空穿, 说你给我养老, 养老议产像, 你不贵手, 你还是去建立新店产的项目, 建立新店产的基地, 还是做什么创业, 都在这, 所以我说, 不能一般的产品, 不能给予, 不能给予, 所以我刚才讲的, 尤其我能给予人说, 我不直接给予, 我替你拿出一千万款, 做一个一万亿人的, 这个养老议产, 直接发生了担保, 可以做, 就没有我办法, 但是我的生育, 我拿着东西担保好, 那国人怎么会想起来, 我不用你去, 如果他直接被手放在那里, 如果一旦这个运动不好, 这万亿人可以毁反你, 所以我说, 它是一个未来我们正在转型的一个后顿, 它由我, 刚才我们被发生成关键的, 我认识关键, 它由原来使我们自己对决风险, 心踏实, 开始转变我们这个调领结构, 转变模式的一种, 坚强后顿, 有上有后顿的杖, 但要把他发生消费量, 所以我说, 老议我那时候讲的也不错, 现在我跟他重新, 我对比他重新考虑一下, 也许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上面还有一个 Principal Decision, 还有一个救助角色, 我们的领导都可以把他准备, 放进去楼库里面, 那是你干的话还是眼眸, 对吧, 好了, 现在是不用眼毛, 所以现在就在想一想, 好, 谢谢余老师, 各位老师, 我来自中国国家体力救所, 然后就, 我想提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就关注烟烟气, 这个问题现在很弱了, 然后美国人, 就我自己参加而言, 两个星期内参加了大会, 都是美国人来讲他们的烟气, 然后向中国的企业去投资, 逐渐的就是说这个问题它的一个热的程度, 当然也有一种观点就是害怕这个烟气的一个革命呢, 是一个新一轮的产业泡沫, 可能主要的依据来源于就是一个是认为现阶段美国烟气的产量, 以及所办所谓的商业回报难以持续, 因为北美的这个烟气价格从08年到现在相当于是下降了整整一半还多, 现在是不到4美元, 然后对于美国很多的气田来说, 三点几美元是它的开采成本的一个下限, 那就是说很多有气田, 它处在一个烟气田处在一个一脉就亏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有一些研究也显示,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一些尤其是中小的烟气田, 它们的这个产量其实是急剧下降了, 同时那个像美福这样的公司, 它们也收购了一些中小的烟气田, 但是美国的这个CEO, 它也在去年也承认就是, 其实它们现在也在亏, 一直在亏欠, 然后包括美国人也, 也跑到欧洲之外的, 在美国之外的地方, 像欧洲像波兰去收购气田, 然后很不幸就是在今年这个月的早些时候, 就是这个已经停掉了, 也因为就是对, 所以我就想就是说, 问问余老师就是说, 您对于这个这种反对的生意怎么去看, 然后就是您对于这个就是烟气的一个前景怎么去看? 不知道余老师, 不知道余老师是不是烟气商家, 还是尝试一下, 我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回答, 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 它是一个政策限制, 现在美国它是供给通俗了, 现在它的需求, 现在是比较平稳, 所以说这个经济学的问题, 然后下降了, 关键它外部市场没来, 刚才我给你讲, 它有政策限制, 立法限制, 它的天然气门漱口, 一旦天然气漱口, 这情况下发生重大的变化, 日本就随着的买家, 东北上随着的随着买家, 包括这个韩国, 现在日本呢, 已经在这个加州, 建两个这个叫液化码头, 就是把天然气给液化, 然后再送到日本, 然后再重新给它解液, 变成气化,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天然气市场, 刚才你讲, 三个市场, 东北亚市场最高, 十美元, 一个一百万热炮栏, 英质热炮栏, 美国是三美元, 这个欧洲七美元, 当时呢, 中国和这么一个俄罗斯盘胶, 就是在这个价格上, 俄罗斯市场就高, 俄罗斯市场是低, 欧洲价格上, 所以说如果这个市场, 变成一个统一市场, 大概就在六块钱, 六几块钱左右, 这就流于口度, 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它会打破这个油价格阻断, 对全球所有的生产厂商, 所有的消费者来说, 它就是有利的, 一旦市场形成之后, 它就形成, 真正的规模经济, 价格会下降, 我们所有看到, 我们现在, 现代论的生活, 为什么你当时, 不在地盘要好多, 这可能就在市场经济所赐, 对吧, 规模上去之后, 单位价格就下来了, 单位价格下来, 真正的意思是谁呢, 并不是生产厂商, 或者主要货生产, 是过来大的消费者, 而且是包括中国的老百姓, 包括印度老百姓, 包括美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市场这只手的妙用, 市场这只手的奇妙之手,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可以得到解释的, 谢谢医学老师, 这个我想大家在座的, 肯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结束以后, 我们马上就结束了, 我们再延时太多了, 大家这个有时间呢, 可以再看看, 就几位嘉宾有时间的话, 跟他们再互动一下, 我想简单的, 现在就在说一句话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作为一个,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和这个, 世界顶级智库合作的, 就是富鲁金字学会合作智库,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刚才我想, 景先生也讲过, 就是现在很多这些, 表面上看是经济的问题, 最终都会倒逼, 这个体制改革, 比如说我们金融制度改革, 都会牵涉到各个方面的公共政策, 这方面呢, 特别是, 作为我想中美之间的合作今后, 可能在学术上研究, 也会有很多好的地方, 我们那个, 除了就是今天讲的这个, 外汇储备的使用之外,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出路, 就是怎么样, 少用外汇, 怎么样把人民币的作用, 进一步增盘, 那么在这方面呢, 我们中心也出了一本报告, 但是这个中文版, 现在可能是在晚上了, 是吧, 还没有出来, 马上会出来,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做经济研究的, 叫Auto, Auto Prover, 是葛义豪, 写的这个, 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现在只有, 英文版本, 但是很少, 所以我现在不能给大家, 我们希望我们中文的版本, 能够很快出来, 就是人民币怎么走出去, 作为一个国际化国币的这个, 这个前景, 大家做的研究也很多, 但是这个呢, 在9月份, 我想我们今天刚才, 赵昌文所长, 因为他那边的事情, 最后不能来, 太晚了, 我们和这个, 赵昌文他们的研究所, 和美国加州, 須利亚大学的21世纪, 和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 还有我们工业学院合作, 会有一次, 比较大型的, 就是中国的这个, 企业海外投资的, 这么一个, 一个研讨会, 有些在座的, 有兴趣的人, 恐怕到时候, 希望你们也关注, 所以这一系列的, 都是我们在讨论, 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 所带来的一些, 各种后果, 那么最后呢, 我想就说, 我们要感谢, 呃, 这几位嘉宾, 三位老师, 那么谢谢各位, 这个今天下午, 来参加这个活动, 特别要祝贺, 于晓老师的这个新书, 还有他的新的报告, 好, 谢谢, 祝贺你们, 谢谢大家, 改变我们的超过模式 比如说 现在我们中央听说 你要把那个资本项目 改变化了 所以资本项目开放 你们听说 你要设定 那么这个表现 这个我们的外汇手带 可能运用方面 就是不为顺畅 就不会有些大量 包括个人的方式 即使国家投资 社会投资 商业投资 不会有个人的方式 可能就会做得更顺畅 更有道理 或者这个方式 也是 如果外汇手带 总是国际公司 然后对我们国家政策 做一些倒逼机制 有一些倒逼 就是说你国家做些什么 就是调整 就我希望这个方式 会不会有一些 更深刻的研究 我还觉得这个 最重要的建议 最后一点 我就想说 是不是 我给云生教授杀了 第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产生点 三个 就有意义的文件 向中央报线文件 一个就是 我们再帮我们的生话 怎么样做 对了 话说一讲一讲 特别是 旺主任王除了跟联系 跟准化队以外 新满业态方面 我们和各州政府的合作 不定外的准备 在代表委方面 和各州政府的合作 现在是个倾机 就是现在各州中央 就来华区 如果我把它 乌生亭船 推荐自己 这个是我们本能的 我们和中央政府 你和中央政府的接触 啊 和各州政府的接触 就像我们和欧盟接触 和我们和国家接触 不一样,我们还有操作的空间, 我这次很像这种事情,我这边表它跟不一样, 所以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主要国家, 他说,大夫说,我坚决把我们保护对军中, 我们保护制裁制裁, 所以我说,我们还有操作空间, 外部主要有很大的运作空间, 国际联合水道的, 即是美国内部和各种任务的大教导, 可能是我们内部, 如果有两样政治的话, 可能对面公司的业务欺骗, 比如文业或者各种,可能这个责任更大, 而这个想说的事儿很多, 可能这也不是专业的问题, 这个问题好吗? 我说自己有多个印象, 这个特别赞赏这个教授能力, 同时我想,我期待这本书啊, 可能在我们业界, 我后面写的一句话, 或者是迄今为止啊, 对这问题的最好的一个坚决性, 在业界里,帮助输出, 包括同学界,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 就是因为说, 可以never hide 这个礼貌, 我们前面前面就好, 全球投资的中国事业, 最后就hide一点, 最后一点就是, 我需要一些教授考虑, 中国的一个, 中国的世界, 就是投资, 美国, 欧盟纳, 中国自己, 对自己投资, 我这话不理解, 就是中国, 无关是中国人, 就是自己, 这个投资, 或者和外国联合, 对中国来投资, 这也是一个方便, 此地是中国, 此地就是世界, 在中国的位置不足了, 如果说我们就研究到, 东北的投资, 那是一方面, 中国投资本身, 就是世界世界, 我们这个观众对不对, 特别是不自然投资, 你对从外来看, 现在中国居然说, 投资我自己, 就投资世界, 我们都签不足了什么, 最后就出的机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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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